吟唱既歌 舞动屯林 新竹武风塞家族人 巴士达爱 十年大祭 十四号傍晚进行诵灵仪式 被群塞家族人吟唱既歌 持续到清晨 这次十年大祭也吸引旅外青年参加 学习巴士达爱 记忆文化 就好比这个大祭曲一样 十年才会看到他 我可以透过十年大祭的时候 来问一些大人 这些是要做什么的 因为我自己是参加族 在过去的几次的举办 确实是不如今年十年大祭 那当然是随着环境 大概对于像政府在推动 所谓的民主文化的附贈 也是有相对的影响 机场上所有赛下族人将身上芒草丢向东方 象征告别达爱 表示巴士达爱祭典仪式接近尾声 随后青壮年上山取次杨木 并信上芒草 族人轮流跳跃取下次杨木 象征福气的芒草 最后由下架鼓起上前拉下赤羊木 接着年轻族人合力折断 朝向东方丢职 展现赛下族人的力量 意味着要将海流在祭场内的达爱送走 隔天清晨也将前往河边献祭 送走达爱 巴士达爱才算真正结束落幕 记得香拉岛秀 新竹午风采访报导